华航移民副基石被检举在去年两次执勤结束之后 一次居家检疫期间是外出打高尔夫球 而另外一次是自主健康管理的时候跑去逛Outlet 而华航也证实这件事情 并表示会召开人评会 最终会停职或者是解雇 指挥中心也说明 因为发生在去年 所以不适用元旦实施的新版规范 会尊重华航的惩处决定 国际航空载船机组员违反防疫规定 这次是一名华航货机副基石 华航五号证实 副基石去年十一月十三号上午一点五十四分抵台 应执行三日居检 十一月十五号外出违反规定 接着安克拉至台北货机任务 十二月二十二号下午十二点四十七分抵台后 完成三天居检 但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去了人潮较多的场所 指挥中心说明此案发生在去年 不是用元旦实施的新版机组员管理办法 尊重华航决定 华航表示当事人已承认错误及表达歉意 愿接受惩处 将召开人平会议处 情节重大停职甚至解雇 即使工会对少数个案导致其他配合机组员的努力 被忽略感到遗憾 工会指出元旦其检疫加盐 在外站旅馆不能外出 返台后七天居检裁检阴性 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尽拉大众运输工具进去人多的地方 其实带来更大压力 家庭关系也受影响 上班然后到外站的官饭店 然后回到台湾 官居家检疫住所 然后再继续上班 然后再官饭店 再回来官检疫住所 像我前几天 小朋友冬天到了 衣服穿不下了 然后我健身带小孩子 机组员需要疏压 兼顾家庭生活 工会表示震撼国际航空协商 是否能够透过颁表安排 每隔一段时间 给予几天自由时间 如此一来 对飞行安全也有帮助 记者李小慧 沈志明 蒋龙翔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